第一个问题 怎样念佛往生不退称佛 这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位病者 临终厌恶听闻佛号 祝念团就改念 积倦地藏经替他忏悔 之后这个病者就欢喜听佛号了 请问如以上状况出现时 口佛念其他经典 如心经浦门瓶等等 凡是执念地藏经才有效果 原因何在 世尊虽然说到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可是众生的根性并不相同 尤其是无时界以来 业障习气差别很大 那么遇到这种情形 很很显然的 这是魔障心情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 冤心带主 他来做障碍 使你听了佛号 求生厌烦凡心 那么结念世界呢 在一般讲起来 《地藏经》确实很有效 为什么呢 印记 《地藏经》 确确实实是委托给地藏菩萨 换一句话说 佛呼在世 地藏菩萨是代理佛 他的身份跟其他祝福 祝菩萨不相同 我们在地藏本源经里面看到 续份里面看到他的殊胜庄业 不可思议 读一下下 释迦牟尼佛夜深讲经说法 哪一个发会 听众都是祝福如来 没有过 华严经也没有这么殊胜 唯独讲地藏经的时候 设方祝福如来 都来做听众 你就晓得 这个庄严是稀有的 那么这个经典的功效 当然也是稀有的 所以一般都念地藏经 产生不思议的效果 这个是有道理的 如果念其他经也有效果 这是与他有缘 也念仆门品 观世音菩萨 与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特别的因缘 你不念地藏经 念仆门品我相信也一样 至于感应 那就是了凡四信里面 云古禅师所说的话 他说画福的专家讲 不会画福被鬼神效 画福跟念咒 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其实念经也一样 怎样才有感应呢 真诚心 没有一个杂念 这个经咒就有效果 如果一念念经 一念答妄想 就没有效果 那就是所谓 口念弥陀心三乱 寒破喉咙也无人 所以念经要训练 训练什么呢 训练把妄想指 地藏经相当长 念得很熟 念一遍 也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当中 不起一个妄念 这个功德相当殊胜 所以才能有感同 假如 如果妄念很多 没有办法实现 可以改念 王僧咒 念弥陀经 念王僧咒 都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精咒短 血心比较容易 总而言之 散乱心 决定没有感应 一心才有感应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真正 需求 烦恼 清智慧 我相信 每个同修都有这个愿望 为什么求到 心散乱 真正用功的 二六十中 心都是清净的 或是念佛 或是持咒 或是参就 不论用什么方式 目的是一个 保持清净心 清净心 生智慧 清净心 抹不得其变 我们每一个人 无量寄来 冤心待主 不知道有多少 你要想认真修行 是用抹不来扰乱 没有这个道理 释迦佛 视线成道 还要瞎抹 抹还来干扰 所以这一关 一定要通过 用什么方法 平平安安度过呢 真诚意 不为自己 唯独众生 我修行 唯独众生 我学教 唯独众生 我念佛 唯独众生 乃至于我生活 也是唯独众生 活在这个世界 也是唯独众生 魔就不得其变 你也有一念思心 你对世间 这个成语 还没有断掉 魔就得其变 魔来扰乱 所以世尊用什么项目呢 无非是用的 戒定慧 戒定慧 这是什么样的魔都站不上边 所以佛子 心里头 常住戒定慧 魔就不得其变 我们自己 道业容易成就 成就道业之后 回过头来 也都这些 邪魔 冤情 他都是我们 帮助的对象 使我们 独特的对象 注意 要懂这个道理 念地藏经 有好处 地藏经 是佛门的消极 是佛法的根本 念地藏经 能够行地藏行 那个效果就 无比的出胜